全国的保尔街四大店都不可能把这么多RS系列车型同时停在一个地方 我是Win仔 大家是一些感情的们 都知道我们有一家性能车展厅啊 但是从来没给你们拍过 那今天我们这家新店刚刚开业 今天带你们来看一看我们里面到底停了哪些性能怪兽 在南京这个城市 我可以说这里停的每一辆小汽车都是孤傲且不可一世的 那我们这个展厅现在主要分了四个区域 那边停的全都是日系车 那边停的全是德系钢炮 而中间这一排叫做超跑 叫做超跑巨划算区域 我只能这么给它定性了 最关键的是第四个区域 保时捷 全国的保时捷四大店都不可能把这么多RS系列车型 同时停在一个地方 一台黄色一台绿色的.2 GT3 RS 白色的是GT3非常适合日常代步 而中间夹着的就是这个蛙王 应该有很多兄弟都是因为八戒买了一台GT2 RS才认识他的吧 去翻翻他那篇文章 文案特别好 而在他们面前停了一台保时捷的新生势力 200多万的718 GT4 RS 什么叫孤傲 什么叫不可一世 就这个区域把它诠释的特别称 而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区域 迎着一批欧洲车 其实每一台车都有它们特别曼妙的故事 曼妙也不是应该形成身材 下一个区域 而这里停放的全部都是日系性能车 那GT-R这是我们的专业 斯巴罗也是我们的专长 这都是必不可少的 可能新系的兄弟会问为什么会停一台飞度 我告诉你 飞度在机舱里面装的也是不平常的机器 为什么这里还空了一块 如果你也有一台非常精致的日系车 那你想割爱的时候 你不妨 你明白我意思吗 而刚进门的这个区域 是我一分钟前刚起的名书 叫超跑巨划算区域 你们所看到的这些车 可能开出去每一台都特别的亮眼 特别的受小妹妹喜欢 但是它真的很划算 应用眼帘的这台小牛 你们应该知道是谁的 它卖不卖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要的话 我一定会让你买到它 那最后我再借用悦歌一句话 喜欢 您来吧 给 你咔了呀兄弟